我不就一不小心睡了个午觉 我怎么就错过这么一场搜索大戏 天呐 金阳 我耳朵都快聋了 然后呢 你赢了诚哥 然后呢 你别告诉我你怂了 我就知道陆思诚肯定喜欢你 他肯定就是故意让给你的 你也这么觉得吗 放在言情小说和粉丝的眼里 确实是这么回事 他像是故意输给我的 可问题就是 我和他兑现的时候 我能感觉到 他一点都没有放水 就是想赢我 可能我赢 是因为我比他更熟悉中路兵线和地形吧 装 你接着装 我挂了啊 不是 是 是真的 而且 算了 到底怎么回事我也不清楚 我就说了吧 让你不要随便离碍 什么不跟职业选手谈恋爱啊 这种话说出来分分钟被打脸 诚哥呢 诚哥呢 他说什么呀 你们搜了我啊 你就一句没问他 我问什么 大家都是队友啊 万一 我做出什么不合适的举动 被拒绝之后 以后还怎么打比赛 多尴尬啊 你真是想太多了 我当时跟爱佳都没考虑那么多 我们是队友 相比起不知道结果的东西 我还是更想好好打比赛 更不想被别人说 你们女生来打职业 就是为了出名或者是找男人 好吧 姐妹 我都开始同情你了呢 没想到啊 我们家沙雕少女也有长大的一天 不然呢 不过啊 我作为过来人我要奉劝你一句 在这种情况下呢 女人不要轻举妄动 男人有想法自然会憋不住的 真的 但是 如果啊 他迟迟没有行动 那 很有可能 真的是你想多了 好吧 拜拜 快啊 不 诚哥 还没出门啊 你不是说 你的相亲对象约你见最后一次面吗 这都几点了 还不收拾收拾准备出门 怎么了 不去了 不是有人说不想我去吗 谁啊 管这么宽 你 你都听到了 又不聋 那你当时怎么假装 我要脸 我 我就是随便说说啊 主要是盼你分心 你想想啊 队友他们都希望 今年能够拿冠军奖杯是 还有 冠军皮肤 复仇叫黄什么的 嗯 冰冰 你在这儿啊 走 我们吃罐头去 怎么了 你俩聊什么呢 什么复仇叫黄啊 没 没什么 我先回屋去了 诶 你不出去了 你不出去了 不去了 你又放人家鸽子啊 我说改到基地门口了 这样也不用我开车出去 电子竞技没有恋爱 今年我们的目标 是全国赛总冠军 知道就好 走 表面 吃罐头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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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累不累了 我给你捏捏菜 我 他们两个 我的学书 诶 诚哥 你怎么说 单独生 故意输了吧 我为什么故意输 杨绅跟我说的 那你为什么会输 还有我解释给你听 我失败的原因吗 要不要我写八百次 检讨给你啊 全世界都看出来 你故意输的 不是 冰线距离计算失误 被他抓到了机会 这种错误 不像是你会犯的 嗯 最起码我没见过 我又不是神仙 不会犯错 再说了 我为什么要故意输给他 不知道你 反正啊 我是看见了温柔 你瞎了 我们对中丹 看不清这种高声的套路 再说了 他现在赢了我 一心在想 怎么取代我的位置 一统站队 对他温柔的 什么 就是对我自己 他说什么 他在口是心非 真是搞不懂 你们这些男人 为什么都这么喜欢 玩口是心非的套路 你这种行为啊 跟幼儿园喜欢 就暗恋小姑娘辫子的 刮皮男孩 有什么区别 好 走了 走吧 怎么 一会儿有人也来找你啊 不是啊 我看看天气 不是一会儿要出去吃宵夜吗 不用啊 买回来就可以了 哦 我上次已经说过了 苏小姐 我上次已经说过了 我们不合适 陆思诚 你是不是 不高兴我去比赛现场看你 觉得我太高调了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穿过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认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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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不合适啊 家世 外貌 智商 还是身高 爸爸 他们都能在一起 不是挺好的吗 拜拜 这个小女孩 都能做她的女儿了 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人啊 游戏打得比我好的人 这不都是炒作的噱头吗 不是 可是真的有这样的人存在吗 我听说你打游戏很厉害 没有人比你更厉害了 又不一定是决战平安镜 打得比我好 俄罗斯方块玩得比我好一些 只不过是决战平安镜的话 我就直接取了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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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周口 撑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那这特别火去碗都没了 是啊 这都干什么去了 都二十分钟了 就是啊 我要饿死了 不行 我要去看看 看什么看 你这个月绩效危险了你 排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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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审哪 排不动了 都怪你叫我去健身 边排边等呗 要不 我去看看 好 快去吧 看啥 上号 你也要排位 我快不行 排不动啊 怎么 又被鬼吓到了 小胖说他饿了 让我来催你去买小龙虾 那个 你相亲对象呢 走了 走了 走吧 开车去买小龙虾 还要开车去啊 那家店在城南 不早说 早说我就不跑出来 又没让你追出来 你 先生 一次要这么多小龙虾 和女朋友在家里 招待朋友呀 不是女朋友 是队友 队友 我看他看你的眼神 不是看男朋友的眼神 就是看老公的眼神 小姑娘应该喜欢你吧 你不喜欢人家就直说 别伤小姑娘的心啊 多醉 走 走吧 你刚刚和服务员说什么 笑得那么甜面 你已经有毛病了 她跟你胆折了 没有 那你怎么笑那么开心 她说你看我就像看自己的男朋友一样着迷 不可能 服务员哪会有那么无聊 休息一下吧 你怎么了 手疼 手受伤了 打职业久了 而且又是XD位 有点手伤很正常 老损而已 只要平时不拿那些重的东西 就 你干什么 你有手伤怎么不早点说啊 这有什么好说的 我是老损又不是残废 对 给我 不用不用 我在家给我妈看过人气过耳的 没那么娇怪 你在这儿等我就好了 我 陆思诚 开门 真是心想啊 什么 第一次被小姑娘照顾 可是我不是小姑娘 总之 谢谢 走吧 安全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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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哥 那场獨唱赛 你是故意输的吗 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是 你又不是小姑娘要这么红 搞得好像你看得清楚这种套路一样 还不是对你有胆气 我看得懂 我有少女心的 你没有 你有 诚哥 什么事啊 我 你要合理安排训练时间 以免受伤加重 队里每个月都会请理疗时来按摩 诚哥 我好像 要不要听歌 别着急 就被人闯入心里上锁 等了 哭开时动 却可硬撑 全世界只有你 知道我自编 你想要呢 等会一会儿 不想要 被人 都会想要 有心